中国南篮七次回升 战胜安格拉后赛首意外之起 乔帅大智慧 好大家好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在视频开始 还是访问各位朋友 能够点点赞点点关注 谢谢大家 和大家说一下中国南篮最新情况 在刚刚呢 中国南篮是结束完世界杯的一场排位赛 最终呢 中国队是大比分的击败了安格拉队 收获了首场比赛胜利 也可以看出呢 作为安格拉列手 他们此前战胜了菲律宾 首卧一胜 但是呢 随着这场比赛输给中国队之后呢 作为中国有机会能够获得奥运会的参赛资格 再随后 中国队将会面对菲律宾队 所以说目前来看 我们的优势还是比较大的 目前来看 中国队在战胜安格拉之后呢 也是球员外面士气爆棚 目前虽然说我们此前遭遇了三年败 但是呢 整体来看 我们的内线确实非常吃紧 这次呢 胡宁修能够挺身而出 砍下二十分 足可以看出呢 翘尔杰威奇 他的一个大智慧 在此前 用人非常不顺的情络下 大胆启用胡宁修 对于球队来说 确实是一个意外之气吧 可以说战胜安格拉 收获了意外之气 就是胡宁修的使用 此前胡宁修呢 基本上没有出场时间 但是呢 这场比赛 翘尔杰威奇 大量的启用胡宁修 能够让胡宁修在关键时刻 去终结比赛 也可以看出呢 胡宁修没有辜负球迷 和乔社的希望 这场比赛 看下20倍 对于中国队来说 确实是收获的 胜利的一个取胜之石 随着中国队战胜安格拉之后呢 我们将会在随后 面对菲律宾队 如果收获两年胜 仍然有机会 进击奥运会 我们希望呢 翘尔杰威奇 能够在以后的比赛中啊 自然而然而然而 用好我们一名球员 因为目前来看 确实球队中 还是有实力的球员 像胡金秋 赵瑞等人 都是实力一般 我们希望呢 他们能够在以后 战略的带领中国男人 再次的崛起 虽然说这次 很有可能无缘世界杯 但是呢 希望在以后呢 胡金秋能够获得 达令的出场机会 帮助中国男人 再获胜利 让我们一起 为中国男人加油吧 好了 欢迎观看本期视频 咱们下期 在这 请不吝点赞 订阅 吃饭 无数 任务 诶 服